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Fully Dimension 的頻道 早幾天很隨意地畫了一個隨意門 因為太隨意了 印出來後發現 它沒辦法站在這裏 怎麼辦呢? 但我又想保持它 印的時候 一體性型的門角 我就想 不如印多一部分 腳 加後腳 所以今天的影片 就做一個補救的措施 好了 我們開始了 好了 回來了 大家看到 也是這個門 我會把這裏加厚一點 後面再加一部分 另外是印的 印好後可以拍下去 希望它可以站得穩 下面要 上面的部分也要 先看看 我會 回頭 不要做圓邊 然後先做腳 先把它改成 先把一個設計 開啟 先把新功能 名字 然後把它改成後腳 我們要先找圖案 然後按E 做 Extrude 選擇那些面 我想多一點點 先把圖案當成 5 吧 稍後再看看效果 MN 會不站得穩嗎? MN 會不站穩嗎? MN 會不站穩嗎? MN 會不站穩? 改變到8mm 接著 改變表面 由門離開到8mm 這裡也要改變 再改變色 看看這個Component 找回VHR 到門,究竟多厚呢? 我已經忘記了 再看看這裡 找回VHR 5mm 即是這個VHR 要加VHR 5mm加8mm OK 接著我們看看樣貌 都可以了,不會太誇張 我先把色轉 我按了 把這個放在這裡 先拿出概念 我覺得應該站在這裡 再調整頂 New Component 要做Back Roof 接著開這個Sketch 一樣 拿回這個 接著 Extrude 向下拉8mm OK 接著 按A 把色 關掉 關掉 然後 收回這個Sketch 去到這個表面 它已經顯示了 告訴你它是屬於FLAME 我們去到FLAME Right Hake Active VHR 這個就是 去到MM加8mm 好了 這樣 按計算 門 現在應該會比之前穩陣好多 記得 我印的時候是這樣做一份 做一份 然後 這兩塊是獨立印的 我要做些東西給它拍下去 對吧 現在就做些東西給它拍下去 就做些筍位 先做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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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個新的POPER 先畫一條construction line 我想在這裡的中間 接著是觸碰的 我還想在這條線的中間 開一個圓形 我又忘記關鍵 在這裡按下去就可以了 我通常都喜歡 是一個正整數 正整數 如果在這裡這樣 有一個6mm的筍位就足夠了 OK 這樣呢 先拍一會 咦 不是呀 可以畫上 用多轉而已 沒所謂的 然後 按這個圖片 我還未完成 然後呢 為了對位 我也是這樣 把這條線 現場上去 好 因為不同的 不可以這樣 因為它們在不同的component 都不能斷 隨便吧 一會兒才... 製作 一會兒再製作 或者看現在... 製作一下 製作一下 這個... OK 製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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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這個construction 製作一下 製作一下 從這一點開始 開始 製作一下 再製作一下 再製作一下 這個要跟上面的成績角的 好 好 接著呢 已經忘記了 圓圈了 6mm 也是中心點 又忘記了 6mm OK 好 先完成 我想呢 不如把這張圖片放到最頂層 那我就在最頂層製作 對啦 把門和框 接著呢 就一次過 把那個... 放上去 先展示一下 看看 我們在這裏按實 我現在打算拉 就連接 按實舒服 接著就按實 按摩子 按著 我現在選了兩個鍋包 接著按E做Extrude 這樣呢 就看一下 是Join的 一會兒 我們就不會Join 那個... 會收到那個... 那個... 會收到那個... 那... 5mm 就剛剛好 就穿了那個... 門的厚度 那... 我想多一點 6啦 7啦 8啦 90啦 0的話 13 那... 離開它 我起碼都要有3mm 那... 因為我不要Support 那... 那... 又要預算印得不好 那... 所以... 結論呢 就是7mm 記得收回那個Framen 才按OK OK 那... 那... 一顆Deg 哎呀 這個... 怎麼不Join啊 OK... OK... 我們分開做吧 因為它每次呢 只可以Operate 一個Component 所以那個就變成... 是我最推出的那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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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適合 所以呢... 選擇 選擇 選擇就不選擇 我記住去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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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著呢 又不行,又分開 好,丟掉了 逐個來 因為我一陣子要MIRROR 所以呢 先分開 MIRROR SOLVER ORIGEN 選擇BH 選擇這個 OK 實心19 去到這一步 看到我拉了這個嗎 選擇這個 Apple 2mm 接著呢 選擇這個 選擇這個 CREATE MIRROR 接著 選擇MIRROR PLANE 選擇這個 OK 4個柱 就做出來了 4個柱 做出來了 然後呢 就要做一個 洞給它 對嗎 接著 做一個洞給那個 框 我們現在把兩個 開箱的框 我喜歡用 六角形的洞 六角形 就是 那支框是圓形 那支洞是六角形 那支洞進去 有空間 讓它移動 效果就會 輕鬆一點 就不用遇到 那支洞 無可再 那支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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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在這個 圖案上加一些 加一個 六角形 這裡 HOLIGOR 選擇 六角形 包著的圓圈 按 圓心 那支洞進去 尺寸 沒有什麼 所謂 但是 那個 距離 就有所謂 唉呀 這樣是不行的 Polygon 這支洞進去 這個 6 這個 是半徑 但是 半徑之餘 要加回Torrents 我加回0.2 給它 這樣的話 這個洞 就會 非常好 如果你想它 調整了 你可以這樣 這樣 它就會調整了 因為它有一點點 和一些 線有 Constraint 這個 其實這個 3 是 這裡 隨意 加 0.2 可以嗎 接著 上面 也是這樣 製造 六角形 好了 Polygon 隨便做 先 3.2 接著 把它 黏住 接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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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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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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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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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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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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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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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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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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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2 1 1 再加上这些胃来 先看看 對了 有意義了 有意義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再加上 Join 給它 先打開Section 頭陷這裏 Offset Height 扶1 好像很容易 對 嗯 好 不舒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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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Maxi,Mini 好 很可愛的 就可以看到效果 Join 這個 就脆弱了,純粹有趣玩 好,就是這樣 這次應該可以站在這裏 這個補救的影片就先到這裏 如果你看到這裏就非常感謝你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就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在這裏有所得著 都不妨把這條影片分享開 今天就這樣,BYE BYE 好,來吧